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拉仁哥不断地和大家分享一些影片 明年的经济很差 明年就很糟糕了 亦有很多人不信 怎会呀? 利根兄,汪先生也说 楼市和铺市见底了 今次已经升了 就不只是拉仁哥这么说 最近渣达银行的CEO 也警告要小心资产价格 突然急跌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一定会看到一些东西 如果真的他所说 急银行应该会落雨收阶 所以新一轮银行的大沟通将会展开 如果一旦展开,告诉你 明年来说 很多公司倒闭 很多个人破产 以及移民也会大幅增加 如果大家想知道原因 就不要错过今集了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的话 请帮手订阅 请赞好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忙看完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想中的是渣达银行的CEO 英文名叫做Bill Winters 如果我们译到中文 就译到温托斯 温托斯最近说了什么呢? 他说资产价格反映到市场 就充施着大量的乐观情绪 小心有话消息出现的时候 资金会大规模转向 这场面也相当难看 他用英文就是Go Ugly 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家听我说了这么久 这个楼市 都知道有很多人就很乐观了 譬如汪先生 李根兴也是 汪先生的意见也有什么 楼市铺市见底了 香港的银行存款很多 别人拿了一些 买起香港的楼宇 今天也有人明明不行 今天在这里冲大头鬼 例如水德中心 说要3,000元尺才卖 是吧? 铜锣网酒店要卖6亿 然后利保中心 说要卖2,000多元 这完全是不辞实际 还很乐观 可以做到这些价钱 所以有什么消息一出的时候 那就大规模转向跌市 温斯托也认为 现在全球的利率就开始回落 对银行或者资本市场 这也是利好一个信号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现在美国的经济和消费者市道 现在仍是稳中偏强的 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经济不行了 又要出手救市 在中国和香港层面 大家都知道 利好消息已经全部出来了 投资者按理由 应该是看楼市的 因所有利好消息都出来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么多利好消息都出来了 市场都不动 所以温托斯很担心 只要稍微有一些利淡消息 例如利率不减 还要加算后 这就会破坏市场乐观气氛 那些资产就会急跌了 温斯托斯认为 现在要数未来最不明朗的因素 一定是特朗普重返白宫 即是做回美国总统 他表示 特朗普的关税、放宽监管 和增加财政开支 全部都会推高了美国通胀 所以他认为 未来美国长期通胀的水平 存在很大的变数 他个人来说 肯定不会通胀只有2% 他意思是 现在美国通胀 基本上是减不了 你一减不了的时候 那又怎样呢 要调升的利率来控制通胀 所以他说明年那个 有机会 转跌为加 这些息口 温托斯认为 未来的利率走势 是升至跌 就很难评估 但是我们已知 就是加关税 和保护主义抬头 成为未来市场的共识 温托斯就解释了 他说如果真的加中国关税 那么亚洲的供应链 就会是未来一两年 就会是洗牌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的货品 本来由中国生产 由中国出口 就转到亚洲的其他地方了 温托斯就说了 未来的大环境给大家听 他就没有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他这么担心 这个资产突然间是大跌 既然温托斯就这么担心 他就没有解释 他就没有解释 大家都不用怎么想 他一定是跟随匯 和恒生叩托斯 因为他都估计 未来的客户资产会下跌 当然是提早叩托斯 最近温托斯除了 这个新一轮的叩托斯之外 它自己也开始瘦身 他也会是大裁员 大家最近都听到 除了温托斯的裁员之外 汇丰也是裁减了很多中层人士 所以我们未来可以见 银行是做两件事 第一是瘦身 瘦身最直接的就是裁员 第二件事就是这个call loan 现在盲的都看到 25年的资产不可能涨 这个住宅好,普市好 就是李吉兄这么乐观 见底回升还在那里才买楼 我和他看法就很相反 尤其是这三年 这三年李吉兄看升 普市我就看跌 大家都知道 谁适合我,就免得说 好了,现在银行业价里面 除了call loan和售身之外 还会怎么样 做生意保守一点 我们常常叫什么 下雨就收借 中小企是否这么容易 可以在银行身上借钱出来呢 我相信未来一定不是了 中小企又在银行拿不到钱 新东就借不了你 但旧东银行就call你 那你没得还呢 没得还就唯有倒闭了 大家还要记得 我做了一段片 跟大家分享过 美国制裁银行的风险 国会那里真是杀到 如果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 借责某一家香港银行 你别说其他 其他银行都害怕的 喂,下雨收借了 对不对 整个市场就倒闭了 你还不下雨收借 所以大家会看到 明天银行业 其实是很艰难地经营的 整个大环境经济差的时候 不单止中小企 那些公司做不住 喂,裁员,那些公司 公司一裁员,市民就失业了 除非你是生活在公务员体系里面 因为公务员体系比较稳定一点 就好笑 走去主动的炒人 如果你是生活在 这个private sector 即是我们的私人企业里面 那么危险度就高危 大家还要见 现在这么多的所谓的 专才落实来的丐帮 喂,他们真的 你不要听香港政府说 每个人都找到五万元了 我就不太相信了 我觉得他们两万元 或者是万多元都肯做 因为大家想想 两万元和万多元 就算放在这个诸三国 都算是一个高薪一族 反正他们找到钱 就可以回到国内用就得 或者回到国内消费就得 每一个假期 何乐而不为 他们就会和香港的基层 或者中层 中层和基层的市民 在工作上竞争 还有他们现在带来的那种 996文化 什么叫996呢 即是上班之后9点 下班之后晚上9点 6就是什么 一个星期回到6天 包括假期的 他们不会跟你说 什么工作日子 他们只是一星期放一天 还有什么呢 是无薪假期的 大家要明白 他们要这样表现 他们才可以受雇主欢迎 我们香港市民 一比下去又怎样 你们要加班又要收加班费 又要娱乐 是吧 香港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来的 所以港府经常说 失业率只有三点几 非常之低 他们就没有 count 这批新移民 他们这些专长下来都16万多了 我想现在到18万了 我当你有一半人找不到工作的 是不是有9万人了 9万人有没有 count下去呢 没有啊 经过其他VS 进来的那些市民 你有没有 count下去的失业率呢 没有啊 你加上这些数据 我相信就接近四 或者接近五都未定的了 失业率去到 因为我们在以前 就是在这个 就是说是100年之前 我们都在受到一个很低的失业率 都是大约3%左右的 但是我们看到市场是很旺的 就是我们是 喂 通街都是有些店铺 不是好像现在通街的店铺全部收拾了 是吧 有这么多这些裁员消息出来 就是我们多年都是在3点几% 是没有听到这些消息的 但是今时今日又是3点几 为什么情况不同了 是吧 商店没有生意做 食事没有生意做 通街都是吉店铺 就是大家会见到 政府的统计数是出了问题的 好了 最后一个就是 除了这个店铺倒闭市民 我们还会见到什么 移民潮就开始大了 移民潮曾经试过低潮的 就是2、3年 这一年比较少一点 24都没有那么多 24突然到年底 就开始多人查询回移民了 这次走这群人 就不是好像2021年了 2021年走那群人 就是走过20几晚 大多数都因为政治和教育的问题 教育的小朋友教育 就是不想他们的子女 在香港受到什么 所谓的国民教育 那些小分红教育 就是我们简单地叫做 国民小分红教育 就是以后发现出来 就变成了一些小分红的 认屎认屎认屎 认屎认屎 就是这些小分红的 为今年的家长 就会把这些战略走 2021年是第一波 接下来2024年尾 到2025年全年 我相信会是第二波 第二波的人 就不是政治或者教育的问题了 是找不到食物 对不对 我都找不到食物 不如我转去大国国家 看看有没有机会 或者是怎么样 退休了 提早退休了 可能有些人已经持有几层楼 我卖了退休 四十多岁 现在又找不到工作在香港 刚刚又被银行财出来 四五十岁 提早退休了 买一些楼 持有几千万也好 或者千来二千万也好 去到外国便很好生活了 你不要以为外国的消费真的很高 就算英国是这样的 英国出街吃 应该是香港的消费的一倍 出街吃 但如果你说住 就真的比香港便宜 但如果你是买回来自己住 便宜于香港便宜 真的便宜于香港 你真的不要以为很贵 真的很便宜 如果你是吃的那方面 你可以自己解决到 住一定是便宜的 就算有的也比香港便宜 我银行车也比香港便宜 每天车过去上学 我自己去第二个宋 喝茶 一个星期两次 一个月入油 大约60磅 即600元油份 我以前香港银行车也不行 一个星期六百元差不多 一个月60磅真的比香港便宜很多 唯一让我感觉到 英国的东西比香港贵贵的 是食物 即是外出饮茶 香港外出饮茶 英国外出饮茶 大家都会看到 那个价钱真是贵一倍 都要在英国 其他就没什么大分别 好了 所以这群人又怎样 拿着这些钱 提早退休又有 提早就有 有些人说 反正我都是年轻人 香港找不到工作又怎样 去另一个国家碰一下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英国也好 一个working holiday 没什么所谓的 见识一下世面 在外国可以设定单 就设定单 设定单不到 就回到香港 都是浪费几年时间而已 是吧 最好就拿一本外国护照 是吧 就是你开到惊害地 其实有 有办法转了 做一个working visa 接着可以拿到护照的 那你有个护照 我坦白说 香港特区护照 用得多少年呢 20... 2047年吧 但是我相信 应该提早也是完的了 这些国家就会慢慢 取消你香港的免签证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拿到 一本外国护照 最重要是有些百多个人 你不要跑去北韩了 北韩也不收你了 跑去 阿富汗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只有几个国家就认同 哈哈哈 塔利班的 这些神仙恐怖分子 就是要拿到 外国护照 旁边 大家可以走的路 就越远一点了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大家真的要小心 明年的环境很难过 希望大家保持多些研究在手 好了 今天的时间就够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还有收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